我喜欢你,所以愿意陪着你 昨天是情人节 我看到那么多的留言 发现所有好的感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愿意陪伴 我想陪着你,直向陪着你 我想嫁给你,直向嫁给你 我想和你一起变老,直向和你一起变老 只是有一些人恐怕从来不知道陪伴的意义 陪伴才可以有足够的沟通 才能带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 才会让自己的爱人有放松的感觉 同时也能很好地培养彼此之间的默契 最重要的是,没有陪伴哪来的幸福呢 有人给我来信,说他总没有时间陪伴 理由冠冕堂皇,工作太忙 我不工作怎么挣钱,我不挣钱怎么养家 我不养家怎么能让你一时无忧 我之所以这么努力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 无懈可惜的解释,他无法反驳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相遇的瞬间被打动 也许是他的容貌,也许是他的才华 也许是他的睿智,也许是他的善良 也许是他的沉稳 可是要知道一件如故很容易 难得是来日方长的陪伴 当你是屋中的琐事 工作中的烦恼,疑惑着朋友间的乐文,想和他分享的时候 他觉得你无聊,西头鸭讲尴尬的气氛,你会不会觉得孤独 当你遇到困难,需要他时,他各种理由推脱无法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伤心 当你感到委屈,想要他的拥抱,他向你矫情的懦弱 你这个时候究竟是委屈还是愤怒 当你想念着他,找个理由打电话去关心他 他过于你小题大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沮丧 我想所有好的感情是当你对他说,我遇见了你,所以喜欢你时 他能对你说,我喜欢你,所以愿意陪着你